同学好,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某次国语文能力减定有1万人参加 以致平均成绩50分,标准差10分 若成绩成常态分布,则 第一个,成绩在30到70分之间的人数约有几人 第二个,成绩超过80分的人数约有几人 第三个,若以60分为及格标准,则不及格的人数约有几人 好,我们看到题目告诉我们这是属于一个常态分布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先将常态分布把它列举出来 第一个,标准差,一个标准差的一个范围 50减10到50加10 这样的分数区间会占全体的68%,它是一倍标准差的一个部分 那两倍标准差的部分 50减掉2乘以10到50加2乘以10 两倍标准差会占全体的95% 三倍标准差的部分 50减掉3乘以10到50加3乘以10 会占全体的99.7% 好,那我们就可以来看 这边是40分到60分 会占全体的68% 30分到70分会占全体的95% 20分到80分会占全体的99.7% 那我们按照这个常态分布的图把画出来 40到60 30到70 20到80 好,接着我们看第一题 我们要算的是30到70 30到70是属于95%的一个区间范围 那全体有1万人参加 那它这个分数的一个范围呢 占全体的95% 所以1万乘以95% 等于9500人 第一题答案就是9500人 第二题 成绩超过80分以上的 会是在这个区块 那它是三倍标准差以外 而且是加三倍标准差以上 那我们可以知道 80分跟20分以外的是很少很少的 它是占了 20到80是占了99.7% 所以以外就是只有占了0.3 那因为左右两边又各分一半 所以呢 这个部分100%减掉99.7% 除以2就是一边的 因为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超过80分以上 所以它只占了0.15% 那全部人数1万 所以约有1万乘上0.15% 约等于15人 所以第二题 超过80分的人数大约是15人 第三题 如果是以60分做几个标准 那60分在这里 在一倍标准差里面是68 在一倍标准差的这个 X8加S以下的就是不满60分 所以呢 以一半来看的话 这边就是50% 那这边 就是一倍标准差以内的 所以它占了全体50% 加上这边68% 除以一半 所以这边是占了34 所以占全体50% 加上68% 除以2就是这一块 所以一半是这边 再加上这一块 所以一共有84 84% 所以1万乘以84% 等于8400人 那这样这三题 就可以解出来啰